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肖战资讯 肖战参加大湾区晚会热搜市轮番上 一会是张旗拥抱 一会是阿云嘎聊天 一会是和易阳千禧被靠背 一会又和维维拍照合影 和莫文为何唱 结束之后黄晓明 王力宏轮番发直拍前黄博曾经说过人红了之后身边都是好人 确实是这样的 遥想20年那会 可没这么多人出来和肖战互动一下 不过 这里面也确实有肖战的真朋友在 第一个当属阿云嘎 肖战和阿云嘎的友情无疑是真的 自从我们的歌第一季以后 这俩人几乎见面一次拥抱一次 肖战很少主动抱别人 但是遇见阿云嘎 他能笑到见牙不见眼 这俩见面有时候是阿云嘎主动扑过去拥抱 有时候是肖战 弯曲晚会上肖战和阿云嘎坐一起看得出来是真开心 而且很自在 被拍到的镜头里透露着一股愉悦的气息 他和阿云嘎一会一起埋头聊天 一会一起跟着台上合唱 不亦乐乎 肖战大家都知道 他是一个很有分寸的人 极少动手动脚 一般就是见面一笑的朋友 但是之前被拍到在微博之夜阿云嘎路过他时 他抓人家胳膊 之前东方卫视跨年晚会上也是 看到台下好玩的会巴拉阿云嘎一起看 一看就是真兄弟视觉 而且阿云嘎也是一个极其有数的人 他有自己的专业度 在自己的领域熠熠生辉 所以即使和肖战这个大流量关系 这么好都不带蹭肖战流量 他不仅不会自己主动发视频或者肖战 而且在别的节目上 记者主动提肖战找热度话题 他都不会去透露太多肖战的信息 比如说 前不久弯曲晚会之后 就有记者问阿云嘎台下和肖战聊了些什么 阿云嘎说了一顿 愣是一堆套话 情商很高也很有边界感的一个人 难怪肖战喜欢和他做朋友 确实是真的很难得 身边这么一个大流量朋友 他都不会主动蹭 真的很难不让人好感 看了阿云嘎和肖战粉丝才知道 原来真朋友是这样的 是会大大方方的拥抱大大方方的社交 就和大家平时见到好朋友一样 有说不完的话 不得不说 大湾区晚会这次把阿云嘎和肖战安排一桌 真的是安排对了 莫文卫也不错 莫文卫和肖战合唱 这世界那么多人 之后在多平台陆续发布这段合唱视频 看得出来姐姐很满意舞台效果 而且有一个细节很温暖 就是莫文卫把这世界那么多人的音频又修缮了一下 彩排的时候 肖战声音盖过莫文卫 然后舞台上肖战贴心的主动把话筒拉远调小了声音 然后莫文卫发的视频中 他又把现场的音量问题和音频修复了一下 把肖战的声音放大了 使整个音乐听起来更舒服 这样的举动很温暖 在娱乐圈更难得 之前肖战也和其他艺人合作过 但是别人修音大都是修自己的 让自己的听起来比肖战的好听 但是莫文卫不是 他懂得合作共赢 他会把两个人都修得更加完美 使得舞台的整体效果更完美 他不会为了抬高自己去贬低肖战 不会为了衬托自己唱的好听 去拿肖战做对比之类的 这样的人才会走得长远 很细心 而且有格局 所以肖战舞台上牵他的手 一起唱歌全往一片好评 也不会像曾经给那羽女星 绅士的提一下裙子 结果被他的粉丝追着拉踩贬低 肖战是一个善良的人 他的善良总有人看得见 并且予以尊重 这样才会有来有往 我想赢 但我不想别人输 有自信有能力的人会选择互相成就 当然 其他的明星也都很好了 只不过阿云嘎和莫文蔚 无杂念的真诚 更加能让人隔着屏幕感受得到了 你怎么看待呢 欢迎品评哦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订阅本频道 本频道专注肖战的新闻资讯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